昔日花旦,亚洲小姐,却被富豪正式当场桌间,还剥光衣服当街暴打,为生活随意给人摸,如今过注让人心酸的生活。 74年出生的杨公如,算算今年41岁了还是单身。 回想杨姐姐这些年的历程,活生生说明了长得美也不一定就是人生赢家啊。 95年,还在加拿大独大一的公如报名参加亚解,算一算那年公如21岁。 21岁这个年纪还在独大一,也是有点醉。 正常独大一应该都才十七八呢。 那些比赛,公如姐姐一个人拿了亚洲小姐冠军,最上镜小姐,最具人员加力,一人一票四个大奖然后签约了亚市,那些年的亚市还是挺不错的,拍了很多快智人口的剧。 后来跟当时号称上海首富的周正义之间的一段行,那叫一个高调哦,右下图是周根正史。 02年跟了周首富之后哦,生活那叫一个滋润,立马就搬进了远租十二万的半山豪宅,跟校超远李泽凯坐起了邻居,跑车也开了起来。 如姐姐做过太太没多久,就被正式发现,在一次吃宵夜的时候,被抓现行,发生了著名的当众掌握小三事件。 当时看到觉得正是那叫一个雕悍哦,居然敢打人。 后来出现看到播光校三衣服当街报打的新闻。 更惨的是,才住了一年多,周就被抓起来了。 当时公如还死撑了一段时间,自己交房租。 但没多久就撑不住了。 灰溜溜搬去了上海住节省开支。 拍戏的重心也移到了内地。 据说当时的身价是四万亿级。 这个价钱勉强能维持日常开销。 05年跟周首富正式分手后,公如姐姐的作风一下子变豪放了,也有了固定的勾在场所,夜店。 那几年,经常被拍到各种在夜店勾搭或少夜的照片。 要阿屁股阿随便给人摸。 在夜店门口跟扩少各种贴面,各种金。 后来的几段,唯一久点的就是跟补习天王简俊杰,但也只有五个月 在安大略省约克大学,York University,主修经济学 1995年暑假到香港旅游,在母亲报名下,参加香港亚洲小姐竞选,赢得冠军级最上竞小姐等四项大奖 此后便签约亚士,成为女艺员,留在香港开始她的演艺生涯 杨公如因主演《剑笑江湖》、《国际刑警》、《雪花神剑》及《我和僵尸有个约会》等多部电视剧 而为香港观众所熟悉,更被媒体誉为《亚姐中的亚姐》、《主》、《亚姐乃亚洲小姐》之间称 1996年,她首次参演电影《甜蜜蜜》、《陈克新之道》、并与黎明和眼夫妇,获提名角逐香港电影《金像》将最佳新演员 其后再接拍由马荣成同名漫画改编而成的《风云》、《中华英雄》等电影 她在古装戏里大多扮演温婉善良的角色,故有古典美人之称号 1997年,《平》、《故火载情》一篇之红 《青十三妹》提名香港电影《金像》将最佳女配角 最后败给同期提名的舒淇 随着亚洲电视因亏损连年减少剧集制作 近年多在中国拍剧为主